我们继续讲这个《灵严经》 《灵严经》我们讲到七处精心 这个七处精心就是说 我们这个佛燕 即是柯能尊者 摩登骑女的诱惑 张塞界太梦树菩萨 用灵严咒去救她 教完她之后就回到七处精写 发言善灾柯能 愿胆当知一切众生无耻 从无耻来生死相逐 皆由不知常驻增生 性静明体 用诸妄想似想不增 故有轮回 愿今欲言无相菩提 增发明性 乃至应当直心 酬罚所问 十方如来 同一道故 出来生死 皆以增心 心言直直故 如是乃至终此地位 中根永无诸位 曲上 柯能我今梦愿 当愿化身 若然 若然 如来 三十二章 将何所见 谁为 爱 咬 爱 咬 咬就是 动词 你 你 怎会化心出家 所以这里 就是说 我们众生 都不知道什么是 常驻增生 性静明体 所以这两句 我们搞不清楚 那就大事了 搞不清楚 整个灵验经都不知道 说什么 常驻增生 性静明体 性静明体 这是灵验经说 常驻增生 性静明体 这个《妙法莲花经》 《妙法莲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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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个 《本职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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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喜信论》 《共空如来藏》 《空如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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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国经》 《原国经》 《 NGOs公公伤魂》 《金公公伤魂》 《子公伤魂》 所以所有的經都在一起 說到現在印度佛教史這個空余和像 達成了印度佛教史 星期一講的 《妙法蓮花經》是星期三講的 《玄閣經》是星期五講的 《靈嚴經》是星期四講的 結果現在講完這些經全部都在同一個位置 即是機緣口合 同一個位置在講同一個位置 所以一講一個位置 大家都明白了 所以我們的心有兩個 一個是《增心》第九色 《縱形百劫可消磨初家羅心無同轉》 一個是《妄心》第八色 這是《妄心》來的 《用諸妄想》就是用第八色 這個是《長注真心》 即是第九色 這個是《增望》 《增》和《望》 《增望》 這個《長注真心》 聖靜明體 《苗花蓮花經》所講的就是半本 《苗花蓮花經》所講的就是漬 八色就是漬 《大乘喜信論》當然空如來壯 《大乘喜信論》講的就是說到第九色 沒有說到網稿到轉八色成四智 這個《子》 《元國經》說《子》 就是初家羅心無動轉 這個就是《子》 《子》式你的網簾 《官》就是要度眾生 所以《子官》 《子官相雲》 兩個合起來就叫做禪羅 這個就是佛的境界 就叫做禪羅 所以我們說長住真心 就是指這個 但是還要加一句 聖靜名體 除了長住真心 還有一個聖靜名體 長住真心就是聖靜名體 聖靜 長住真心就是聖靜名體 為什麼叫做聖靜呢? 因為第九式暗摩羅式 何其至聖本離清淨 何其至聖本無污染 何其至聖本無生滅 何其至聖本無動搖 何其至聖能生萬化 明體呢 明體呢 不是全空 這個聖是清淨的明體 明體呢 就是說 我們還有些分別的 所謂體呢 就是有個本體在這裡 如果你說空 全部都空的 這個聖清淨的時候 全部都空的 如果說空如內臟 所有東西都是空的 那不應該還有分別心的 但是聖靜 聖靜 這個第九式 明體 有個明體 聖靜名體 其實就是指第八式 轉式成至 就是聖靜名體 長住真心就是這個 再聖不增 再凡不敢 聖靜名體 就是轉八式成四至 這就叫做聖靜名體 為什麼呢 因為 凡夫的第八式 是污染的 污染的第八式 所以 他要來做惡的 這個第八式是什麼呢 那這個是 欧 quotid GLOY 愛 愛盲 肉足外盲 四個根本分佔 這是右足愛盲 四個根本分佔 這是我們對金剛撒多 所以我們這個週 變成金剛撒多 五秘密 五秘密 就是 我們具備了 欲足爱孟四个根本烦恼 这四个根本烦恼就是第八识 第八识就是欲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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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第七识 爱就是第六识 这个孟就是前五识 欲足爱孟四个根本烦恼 我们凡夫具备欲足爱孟四个根本烦恼 这四个根本烦恼一发挥出来的时候 那变成了我们的木牙式 木牙式这个玄章法师八识规矩里面又说 这个爱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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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嗔我见盲相随 这个贪就是贪欲 称就是粗要接触众生的 要称恒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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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爱当然有点爱的 这个贪嗔我见盲 我见盲就是你爱啊 爱就是你 这个其实是粗来的 就是粗 这个爱就是粗 粗粗地爱嘛 所以这个是粗来的 这个这个孟 贪嗔我见盲相随 就是欲足爱盲 欲足爱盲在凡夫位是污染的 所以我们经常用这个欲足爱盲 就算你怎样去收它呢 你怎样去整色整水呢 整这个欲足爱盲呢 黑己福礼是为人 这个何俊仁 黑己福礼是为人 这个黑己福礼 都不能去除欲望的 这个不可以的 这个不要说太多了 这个太过敏感了 我们不说太多了 这个粗呢 粗呢 就是这个接触众生了 接触众生呢 如果你能够将这个接触众生呢 那么这些接触众生력有些亞誣 当然有一些什么 所谓会生bard national点 会生争生争 gaz 你的 wissen呢 现在你还对你说的话 对一个人 你爱一个人 那个人不爱你 你就死了 所以爱 盲呢 就是我盲共高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所以这个盲呢 就是这个自己 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 最好人人为我 这句叫盲 最好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收起来 这个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我们的后分 所以我只是遵守人人为我 我们不要人 我为人人 所以如果你能够 能够 转式成智 这个就是圣静明体了 如果你不是 转式成智 就圣不明体 圣不圣不明体 圣不圣不明体 哎呀 因为欲足爱门 圣不清静 不明体 所以圣不清静 第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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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色是没有污染的 第九色一定的 圣静就不明体 说错了 现在再说过 圣静 因为纵然百结可消磨错家 和圣静无动转 终于你要欲足爱门也好 都不会改变成长寺真心的 你的长寺真心一定在 但是呢 变成了体就不明了 不明物体 变成了你就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这个体呢 就受了你的网念影响变成网式了 这个就是网式 你要唯一修行的方法 唯一修行的方法 就是《妙法玲花经》提出 本職二门 本尼是清静的 本尼我们是佛的 本尼每个人都是佛的 《法花经》我们是古佛生成的 如果每个众生都是佛 每个众生都是佛的 因为每个众生都是佛的 鸡鹅鸭都是佛的 你今天吃的那些赤木寿司 阿拉斯加巨蟹 德国诸首 法国 田螺 这些全部都是佛的 不行 因为为什么呢 你要积职 你要修行 你不修行 你只有本也没用 所以有本職二门 我们本有的佛生 但是我经过后天的修行才行 所以修行才能解脱 不可以说道不用修 但莫污染 这个是禅宗说的 禅宗说的 因为禅宗是不修下底的 不修过職門 他只是修过本门 他们修过本门的时候 内心清静的嘛 所以禅宗说大禹院在那裡 我们内心本来是清静的 那陸祖就说 陸祖就说 厄厄不修善 藤藤不作恶 直直灭兼魂 荡荡心无着 你当然是开心了 六祖都没有挂累 不挂一丝 你怎么不挂一丝 你不挂着我 但是封制法师 你不教我 你不是封制 你也不得封制 你只是教自己 你只能救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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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陈祖说 《讲阴法师》说 无来无去 无大事 你无大事 我还在这儿 你无大事 我还未得到 你要帮我 你无大事 众生未道尽 你为什么自己无大事 众生道尽 方肯视正无体 众生未道尽 你就无大事 陈祖还说来事无口 陈祖还说来事无口 不说法律 他说来事无口 说法不用口说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因为这些境界太深了 但是他只是拿个法身份 拿个本 他没有收职 他没有说要收职 他没有强烈意愿去收职 那禅宗的人就会博了 现在还未开始博了 日日那些讨论区就有很多 他就是说说禅宗 禅宗这么威衰 你还说他 你就是 所以我们不是说说他 不过他是 他是法生佛 正是明心见性 他是见自己生正的本性 见性成佛 他所成的佛是法生佛 他没有说要下来度众生 他自然成了佛 他自然会度众生的 那两体 如果他以前是发了四魂誓愿的时候 发了好心的四魂誓愿 他成了佛当然会度众生 但是最怕他以前没有发教的时候 现在就算突然间证了空性之后 去了九祖山 会不会回去深水埗 木屋墙 那些板凳房那里度众生 不会的嘛 就会陪你睡一晚 大哥姐 睡一晚体验一下 叫你整天在那里住 是吧 那没有水洗澡 行不行 不行的嘛 吃惯了 就会下来度众生 所以凡是太早解决那些 都度众生的那个 那个意愿是成问题的 那你说 那他一尸不挂嘛 有众生就有挂累 他就是中了这一招 就是大乘喜讯说 我们一念无名三三世 境界随缘掌六粗嘛 他就说我们本尼自证清静的 我们因为一念无名 所以三了三世出来 境界随缘掌六粗 那如果我们没有了六粗三世 那我们就回复了本尼的东西 所以呢 就这样就消除了无名 那这个就大件事了 所以呢 我们呢 不是要去除这个六粗三世 六粗三世就是欲足爱妄 我们不是要去除欲足爱妄 你是去除不得的 去除不得的 你只能够搬石头压草 那以前为什么做到呢 小成人呢 是日中一食樹 一宿三依一窟 他是不接触女性的 那当然不会起 他只是托缚 他只是望地下而已 只能够望地下 不能够望女众 那聊天呢 不能够过五六句的 不可以过 不是五六句 五永六日 硬衣避避身 生意色星空的触法 只是讲得这些 不讲得另一些 那他不接触到女性的 那别人给利是他呢 他不能够收的 当然不足金钱 當然不能够收的 給他他也不能够收的 他有一条静巾拋出来 那你放在那裡 他拉回自己那裡 就是不要直接去伸手去接的 所以我们 我们呢 人家给利是 我们都尽量不要直接三手去接 接来做什么呢 因为你是女众 没所谓 就是女众 对女众 有些男众给你呢 所以呢 都不是不直接去接的 那我在胡同会 看到有些小成人 来探望我师父 有个信仲 应该去过泰国 我看到他 给他一张铁片 他把铁片拿出来 拿出来 拿到铁包 找一张铁片 放在地上 他要想 那些双家人 就蹲下去 撿 蹲下去张铁片 为什么呢 不能直接交到他手 女众 女众 不能直接交到 比丘的手 他就是要坐在地上 比丘又蹲下去摆 他就蹲下去收 我可以拿去摆 这样子就变了 所以 所以呢 所以他们呢 尽量離开 三一一猱 一一食 三一一座 一叔根本又不接触人 不接触人的时候呢 他不是对峙到欲觸外嫲 不是对峙到欲觸外嫲 而是沒有接觸的 上山多還未遇到老虎 下山就碰到老虎 上山多 下山就忠義虎 下山就碰到老虎 碰到老虎 五通先人都死了 打你什麼大修行小修行 什麼都死了 所以就是什麼了 那你說我們又不死了 我們不同 我們發大菩提心 脈中叫你發菩提心 你究竟來這個世界做什麼的 發菩提心 只生只為眾生來 哈哈 你叫做眾生來到這個世界那裡 講經說法而已 我們不是想做什麼 我們不是想榮成利盜 不是想妻義 這個富貴榮華 我們也不是想嬌妻美妾 我們只不過來弘法而已 知道你來做什麼就容易了 其他那些東西都是假的 其他那些東西 是吧 這個其他那些東西都是假的 所以就不會去貪戀它了 你加了一個大菩提心下去的時候 這個因為菩提心就是出來生加大悲心 出來生加大悲心 出來生就是第九式 就是暗魔羅式 眾言 化結 可思 磨叉 加羅 心無痛喘 那你就要出來生了 要空的境界 你加了一個大悲心下去 那個慾就變成大慾了 不是喜歡一個人 不是慾望了 變成我們慾成法 想成法 太貪一點了 貪就貪多一點 要不就不貪 要不就貪成法 我們要成法 什麼給成法更重要的 冤家債主 冤家債主也好行的 是吧 就是 成法 但是他跟冤家債主比人 而且他不只是帶給你開心的 有時會傷你的心的 會謀死你都不定的 冤家債主 那些冤家來說 冤家來說是很可怕的 所以不用喜歡冤家的 所以這句話就可以放了 沒有冤家那些看上去 每個都是猴子 都沒有看的 沒有什麼好看的 對成法來說沒有幫助的 那你自然不會有慾的 所以這個慾解決了 這個慾解決了 就變成大圓鏡置了 這個就變成這個空性了 空性完全變成了 阿錯秘密的大圓鏡置 那你接觸眾生 你起親恆心 當然可以起親恆心了 但是你要了大圓鏡置的時候 你就將接觸眾生變成平等聖智了 所有眾生都平等 不是要跟眾生吵架 不是要跟眾生吵架 而是當所有眾生都是佛 所有眾生都尊重是佛 所以我們不會吃眾生的 不會忍心去吃牠 吃牠在做什麼 不會吃眾生的 所以那些愛護動物那些是假的 所以以後人家要貓狗 找來你那裏 你收又不行 不收又不行 為什麼呢 那些貓狗 流浪貓狗 牠不要放在街上 被捕狗隊捕到的時候 魚龍署捕到的時候 四天就毀滅了 四天要人道毀滅了 台北十二天 首爾七天 終於七天就毀滅了 有些人說要給你狗 你自己處理 不處理就不要丟在街上 丟在街上被捕狗隊捕了七天 所以那些獸醫其實是很慘的 有些女孩子讀獸醫 因為牠喜歡寵物 誰知道我做賄子手 四天簽名就死了 你做了判官 你就死了 他們這麼喜歡寵物的 那又說怎麼要處死寵物 真的很難搞的 所以這個 平等 眾生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們這些寵物 不可以困著我 讓牠到處走的 周圍走 那些寵物 狗多開心 貓多開心 周圍走嘛 那不要說 因為你是人 牠是狗 你不可以規範牠的生活 不可以規範牠在這個地方生活 狗困著你 晚上放出來 這樣也是不好的 就是要放牠到處走 有得牠怎樣就怎樣 這些是牠自己的自由來的 是吧 但是你觸犯牠的自由 你自己是怎樣的 所以這個 眾生平等 這是什麼平等聖誌 這是補生佛 這是爭益 這是色哉 這是爭益 這個妙觀察誌 這個愛就變成妙觀察誌了 本來愛一個生物 田園墨宇 田園墨宇變成說法道眾生 這是田園墨宇 妙觀察誌 觀察的喜歡聽什麼 你本來就去摸索你的愛人喜歡聽什麼的 現在摸索眾生喜歡聽什麼 所以就轉變成阿彌陀佛的 紅色阿彌陀佛的懷愛 這個屬於懷愛 愛所有的眾生 這個屬於懷愛 懷愛法 這個是妙觀察誌 我慢共高呢 這個我慢共高呢 本來是樣樣為自己的 每樣都是為我 人人為我 不要我為人人 現在呢 如果你成了佛之後 要發菩提心 要度眾生的時候呢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我為人人打仙 自己付出為眾生 所以眾生都要我幫的 那不是我慢了 我是佛 我要度眾生 我是佛 我要幫助所有眾生 我是菩薩 我要利益所有眾生 那不是人人為你 而是你為人人嘛 那變成了慢 就變成佛慢了 我就是佛 我要度眾生 那這個呢 就要做事的嘛 這個前五色 眼耳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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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眾生的憤怒變了五大明王 這個叫北空城咒佛 所以將這個眾生本來不清淨的明體 變成清淨明體 所以這個諸佛菩薩 經常用長注真心 就是聖淨明體 聖淨明體 所以聖淨明體就是轉八色乘四字 這個轉八色乘四字就是清淨明體 長注真心就是不增不減的第九色 這個是第八色 但是轉了八色乘四字的第八色 就叫做聖淨明體 還沒轉的就是聖淨 就是不明體 不明 夢茶茶的 喜歡這個地獄五條根 這個財色名食碎 這個地獄五條根 如果你發了菩提心 財色名食碎都不會起到作用 財色名食碎都不會起到作用 因為不會為了錢 有道心的人不會為了錢 所以我們不要錢 如果你要錢你就麻煩了 人家請你 我給你五千元 五千元? 好啊好啊 做死自己 不要錢 五千元又如何? 一萬又如何? 十萬又如何? 沒用的 那些人就不用做生死了 所以呢 色 色 色是重要的 或者出三界是重要的 色是會變的 你現在喜歡他 他日後可能不喜歡 他日後找了三招四招五招六招 三招又去三招又去三招 又去這裏那裏 又去那裏很多的 所以這個色是不固定的 對方可能還不喜歡你 做大件事 對方又去二招三招四招 那你就是二招三招四招 那你就是很大件事 所以呢 這個色呢 是不值得浪費時間的 才色 名字更加沒有意思 別人說你好啊 別人說你壞 你壞 沒有關係的 當然是想多些人爭啦 想多些人爭啦 但是有人說你不好 都沒有所謂的 你不就理得他啊 這個名字呢 這個名字好像浮雲那樣 曾特首說 名字好像浮雲那樣 明食 那吃就更加不用貪啦 吃了之後會高血壓糖尿病 現在正在化血脂 怎樣得了嗎 所以這個食呢 其實沒有必要的 我們只是吃一餐而已 吃一餐 這樣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問題了 吃到肥子大隻 因為你吃肥了 減分肥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吃肥了呢 你一個劑脂肪的地方不夠呢 就把多兩個出來 這樣人就肥了 那你減肥呢 就是餓瘦了這兩個 醜了 醜了 不是等於他是瘦了 你將來吃東西 他又填滿他 那兩個東西不會消失的嘛 你不能去到那兩個東西 就是放了兩個包袱在你旁邊 那你不給他 那他就是瘦了 這兩個東西 殘了瘦了 好像氣球那樣 縮了水 但是你吃它又漲了 所以減肥更難 你除非你整天減 整天減肥呢 對你的身體又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多了兩個負類在那裡 那你就算減肥真的能夠保持到瘦 對你的身體又不好 多了兩個沒有用的東西在那裡 那你始終都是不好 所以呢 最好就不要吃肥了 所以呢 人生常帶三分飽 這個 吃飯呢 吃七分飽 吃三分飽 吃三分飽 所以不要吃那麼多 不要吃到它飽 吃到它飽 吃到它飽 就是過剩 過剩就是高血壓糖尿病 這個呢 吃了幾年之後 就熬了一輩子 所以呢 才識名 吃睡 睡覺 當然沒有意思 累才能睡得到 不累你回來做什麼 不累就不用睡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沒有睡覺 我們只是坐在那裡 這樣欺負就欺負不住 就算了 你先做事 沒有所謂的 不會有精神問題 不會說 會不會不夠精神 不夠精神 沒有啊 你不夠精神的時候 坐在那裡也能睡得著 你不用怕 它會和你補充的 自然會睡的了 所以我們呢 一坐在那裡 就能睡得著 如果不夠精神的時候 那時候 夠精神的時候 你也不能睡 坐在那裡 才識名識碎 地獄五條羹 你發了菩提心呢 這五條就不是羹來的 這五條全部可以放棄 放棄的時候 你就轉色成智了 就可以轉色成智 當然你要轉色成智 當然要修三法門 當然要修三法門 所以要先修紫觀 你要先修紫觀 修這個赤摩托 所以我們要在三個界裡 流轉 在墨質的世界 當然要在墨質的世界 當然要在墨質的世界 在墨質之後 你就不用在墨質的世界 六十二種粒子 以為做什麼 六十二種粒子 變成什麼 變成層樓 就變成層樓出來 變成一些錢 六十二種粒子 所以這個要觀 觀呢 就是靈界 靈界呢 因為菩薩都在靈界那裡住的 十方 十地菩薩 寄慰諸天 寄慰在天上面 全部是天王 就是在天上面住 如果不是天王 都是在天上面住的 就是全部都是在天上面住的 這個呢 《花園經》裡面說得很清楚 所以觀呢 是要來度眾生 子是去了自己的煩惱 去自己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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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用面對那些煩惱 觀是要來度眾生 要來度眾生 那到這個佛呢 佛是子觀相云 又子又觀 為何又子又觀呢 這個常直光淨土 就是子自己的自受用土 觀就是度眾生 化他祖 自己有個佛土 要度眾生 要做事的 要做多做事的 不過用清淨明體 常治爭生 清淨明體 所以呢 所有的眾生修行的時候 都容忍妄心 不懂用爭心 所以呢 就精沙作飯了 所以你不懂用爭心 用妄心 以為妄心就是修行 以為呢 你這個去制止浴憐啊 去減少親恨心啊 那就可以了 那變成太常感應片啊 弟子規啊 那些做到啊 那些浴宗愛妄就做到啊 但不是出三屆的 就是你要 你不是要把這些東西去除它 去除不了的 如正義公正義盟 剩到一部份都剩不完的 那麼最精靜就是沒有了 空空空空 所以要走車摩托才行 如果你只用這些日常化師說的 哎呀 顧這個做了的不好處 沒有做的好處 做了的不好處 沒有做的好處 沒有做的不好處 做了的好處 那些好處不好處 到你對警的時候 告訴你好不好 可以先做的好處 所以呢 所以沒有用的 說那時候就可以了 做那時候就不行的 做那時候呢 就什麼都放大弟子規 你去虧了它 所以呢 這個弟子規不是說不好的 但是呢 你想去破這幾種東西 沒有辦法破 所以佛教呢 不在這裏搞的 這裏搞的 當然啦 我們有上司五十種 都不講上司五十種 那麽所以呢 我們呢 不在這裏搞的 我們首先收紫先 收紫呢 你可以紫釋世間的妄念 那麽然後呢 官 在靈界度眾生 那麽就是可以官呢 可以官 那麽跟著呢 到成拔的時候 叫做紫公相云 所以呢 所有的經典呢 都走在一起 一齊是說那樣東西 本職二門也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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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住三生清靜明體也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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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喜信論的胸如外藏也好 這個 袁國經的子官相運也好 全部都在講這個 我們要怎樣去轉色成智 他現在墨宗 墨宗 我們禮拜日貫頂 五秘墨 你就是金剛薩多 欲足愛夢 四個菩薩來的 四個根本煩老 然後你起了大菩提心呢 你就變成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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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白色成四智 變成阿陀備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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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這個 這個 轉色成智 所以五秘墨 四個根本煩老 就是你四個 四佛 導眾生的方法 所以 這個 就是 墨宗 所以這個 叫做 《理粹經》 《理粹經》 《理粹經》就是講這裏 講的 《理粹經》有十七段 最最後那段 就是講五秘墨 我們的宇宙的結構 最最後我們就是講五秘墨 所以不要浪費心機去對峙 欲足愛夢 而是要發起個大菩提心 你要知道你來做什麼 做什麼的最重要的時候 其他那些東西都是次要的東西 沒有影響到 沒有 沒有益到你的 欲足愛夢 財識零食碎 沒有一樣東西 是可以增益你度眾生的東西 所以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去擔積在那裏 擔積在那裏 一輩子都搞不定 究竟做什麼 所以那些人出來打機 打完機之後 就回去兩隻生殖 然後就燒了遊戲機 給他說 放了遊戲機 在那裏骨灰鞅裏面 又再打一個 下面又再打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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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個遊戲機 在那裏 你記得 抽了一些電池出來 又不行 一濕那些電池 會咬它 一爆那個電池 你不擠電池 它就沒有電 你不擠電池 你不擠電池 我告訴你 你不要擠電池 你不擠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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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報夢告訴你 沒有電池 你就燒些電池給它 你不擠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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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件事夠煩 不要理他 所以眾生都是煩惱的 好在我們是眾生裏面的眾生 我們不會煩惱的 所以來這個世界上 是不是很煩惱呢 不是很煩惱的 困難是有的 總是要解決的 沒有人說沒有困難的 每個人都有困難 你做了皇帝 你也有困難 做了特首 你也有困難 做人也有困難 困難是要解決的 但是困難 不是煩惱 困難是解決了那個困難 你就開心 不是煩惱 就是你困難 有時候解決不了 就讓它解決不了 有什麼所謂 你不能擠在你的心裡 就不變成煩惱了 不要這麼想著 整天要斷煩惱 要生死 我要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沒有做人 一宗一吃樹 一宿三衣一半 就沒有煩惱了 不用交租 哪有煩惱啊 你出來要交租 你自然有困難的 有困難 你不要當它是煩惱 就行了 但是你不當它是煩惱 包租婆在外面等 都是煩惱來的 你不要當它是煩惱 你就做事了 所以大乘菩薩 不是叫你斷煩惱 要生死 不是當那些煩惱 不是煩惱 而是要解決那些煩惱 所以叫你 你消業職福求解脫 你要多些供養佛菩薩 多些修法 這樣就要改變你的命運 要改變命運 這樣才從根本的改變你的命運 你消業 消業你放蒙生 那些消業最多 那些冤家債主追來 放蒙生 接著積福 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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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光明 最正亡慘 或者十二天神功 你有多障礙的 收到轟帝 然後求准提 滿宋生元 你可以改變你的生活 改變你的現狀 那些鳥凡四分 橫谷蟬 不知不知道 教他做功過假 然後唸准提咒 做功過假 都是其次 改得慢 准提咒是快 准提滿宋生的願 所以大成尤其是默忠 是解決眾生的問題 不是把那些問題看成不是問題 如果你把那些問題看成不是問題 那小成 小成就可以了 但是小成現在又不是成問題 現在又不是應拉 和什麼又不是仲差 和應拉 兩個都是佛教徒 不知怎麽搞 所以又是問題 所以始終都是問題 所以我們不要當那些問題就是問題 做到人 就要解決困難的 不要將那些困難 當成煩惱 困難就是困難 煩惱就是煩惱 你沒有辦法解決到的困難就是煩惱 最後終於有辦法解決 是開心 就是表示你有智慧 所以煩惱是試探你那個 困難是試探你那個解決能力 每一樣的困難都有辦法解決的 不要說沒有辦法解決 最多是吃虧一些 吃虧一些你就能解決到的 給錢 所以呢 吃虧一些你就能解決到的 你吃虧你又不喜歡 那當然是煩惱 你又要吃虧的 那當然是煩惱 但是你吃虧就是吃虧 就是著數就著數 你看開一些就沒有煩惱 你就沒有煩惱 困難是要解決的 所以呢 不要將那些困難當成煩惱 所以呢 斷煩惱 鳥生死 這個等小城去做 我們呢 是燒業積福求解脫的 燒到那個業先 你燒那個業 放蒙生啊 施食啊 這些修護法啊 這些做一些燒業 那積福 這個十二天神功啊 供天啊 這些做一些積福啊 積福跟著求解脫 跟著念佛 或者打坐 打坐呢 夢積生成佛 這個念佛呢 求往生靜土 這樣做這些事情的 即是不同小城呢 斷煩惱了生死 將那些現前的煩惱 將那些現前的困難 不要理他 那就沒有煩惱 假的 那你在樹林裡面 當然不用管了 但是出了樹林 你要管的 所以呢 這個 柯能白發言 這樣就問他 這個柯能尊者 你最初呢 做什麼要出家呢 這個柯能尊者呢 就說我見到 八十種好 三十以上 所以法心出家 罰你修得共好 那我就見到你修得好 那我就又喜歡出家 我就要出家 這個柯能呢 就白發言 世尊 如是愛咬 用我心目 由目觀如來聖相 深深愛咬 故我發心 願舍生死 即是我見到 世尊你三十二種好 這個八十 這個三十以上 就八十種好 所以呢 就想發心 就出來這個生死 發告柯能如願所說 曾所愛咬 欣依深目 若不識深目所在 則不能同伏層老 那譬如 國王為策所參 發兵討伐 士兵要知策所在 使願流轉 深目為舊 吳金問願 為心與目 今何所在 這個柯能尊者呢 就說 我的眼睛 就見到佛的相好 我的心 就很喜歡 所以呢 我才會出家 出家的時候 佛呢 就說 你要出家修行 修行呢 首先呢 要知道 你那個 因為你流轉生死 你又是因為心目 心見到一些東西 喜歡 這個 心心 貪著 那眼睛見到 那你心喜歡 那就會起煩惱了 起煩惱的時候 就流轉生死了 做業流轉生死了 那你現在 見到 如來的聖相 那心就想出家了 那這個是好東西來的 但是 你要知道 那個心目在哪裏啊 你的心和眼睛在哪裏啊 這個心目 心目呢 就是指合在一起的 並不是指眼見到那個心 而是整個心裏面喜歡 那個心是包括這隻目 包括那對眼 那這個呢 心目呢 就是整個心 就是心裏面喜歡 這樣意思 那未必就是心目的 有時候是心耳的 心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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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眼耳鼻舌 生都可以產生這個愛咬的 不只是眼睛 所以那個心目呢 的意思呢 就是指心和情色 那這個呢 佛呢 就說 所以呢 你知道啦 現在你因為心目 喜歡了就會出家啦 因為你的心目 喜歡了不好的東西 就會犯戒啦 你的心目就會造業啦 你的心目又可以修行啦 那你要知道你的心和目在哪裏 你才有得修行啦 你都要知道那個賊佬在哪裏 你才有得修行啦 好像國王那樣去討賊 你都要知道那個賊佬在哪裏 你才有得抓他啦 你不知道哪個賊佬是抓什麼啦 所以呢 凡夫呢 就不懂得抓啦 抓了那個煩惱出來 欲觸愛妄 以為是煩惱來的 抓了他 抓了他就沒有了 沒有了欲觸愛妄 何來又餓錯秘乏呢 只有一個清淨的本性 只有一個蝶符 就好像禪宗那樣 抓了這件事 那沒有了欲觸愛妄 他真的沒有了 這個一絲不掛嘛 這個蝶符修善 藤藤滅見盟 藤藤不作惡 藤藤滅見盟 藤藤心無著 那又怎麽呢 只有一個空 只有一個空 你以為不會轉色成智 沒有得轉色成智 沒有空了 空了你只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能夠度眾生嗎 這個東西是常直光淨土 自己得到內心清淨 經常打坐 內心清淨 但是你不可以有度眾生的作用 因為眾生需要 聖淨明體才能度到的 所以修行的時候 究竟是怎麽修呢 靈驗經呢 講你這個 現在講這個 七處精心八分辨解 接著講二十五由 全部都講你的心 全部都說我們有 常駐心生聖淨明體 所以你了解這個 常駐心生聖淨明體的時候 你才有得修的 要不然呢 你都是精砂作飯的 所以呢 我們呢 要發起菩提心 轉色成智 這樣可以衝破 欲觸愛妄呢 那我們呢 就變成我們的 道眾生的工具 本來是作惡的 本來呢 你傷害眾生的工具 就變成道眾生的工具 這個呢 這個呢 才是真正的方法 那 因為呢 你修了這麽久呢 你整天 整天 他想去除他 是沒有辦法去除的 我們南寶陀那些 那些法師人 什麽都試過 拜法花經也有 做什麽都有 結果最大憤怒就是他們 拜法花經也有 拜靈驗經也有 拜什麽都有 民佛差不多拜十至八次 都是共煩惱 你以為有煩惱 你想拜掉他 是沒有的 你不可以拜掉他的 拜掉他 當下就是煩惱 所以這個不行的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第一 執著在生外 柯能白佛營細尊 一切細根十種二生 民將心居生外 眾公如來青年花木 亦在佛面 我今公此言浮四層 此在我面 如是適心 實居生外 那些法師就問他 你的心 目究竟在哪裏呢 你的心究竟在哪裏呢 那這個七次精心 第一 就是我的心在裏面 為什麽我的心在裏面呢 我見到如來嘛 見到原來青年花木 都是我的心見我 所以我的心呢 應該在裏面 裏面那些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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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佛告柯能 如願 如現在如來 廣堂 觀其陀林 今何所在 世尊 這個呢 柯能 你現在坐在這個 廣堂裏面 觀其陀林 這個 這個 其陀林 究竟在哪裏呢 這個 奇樹級孤獨言 奇樹級孤獨言 奇陀的樹 這個 這個 級孤獨長者 所買的地方 所以它是圓 這個 奇樹級孤 奇樹能呢 今何所在 世尊 此大 大從國 清淨港同在 級孤獨圓 這個 這個 金奇陀能 十在同愛 這個呢 這個呢 世尊 這個 奇樹級孤獨圓 奇樹級孤獨圓呢 就是有一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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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孤獨長者 的趁家 就請他吃飯 請他吃飯的時候呢 就見到那些人 在那裏很忙 他說呢 世尊呢 來說法 所以我要準備很多東西 請世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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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去找地方 找地方 請世尊 因為那個 要大嘛 因為世尊的長垂中 都一千二百五十人了 跟著又要講堂 要吃飯 要整個花園要大 那個地方要好的 找來找去 找到奇陀太子 那個花園 奇陀太子 那個花園 奇陀是未信佛的 那奇陀呢 就說你想買這個園 好吧 買給你啦 不過 那些樹是我的 就是這個呢 你出什麼價錢啊 他說呢 這個 級孤獨長者說 啊 我黃金鋪地 鋪滿你的地 就多少錢你鋪 鋪到多少就多少 他就抬黃金出來 鋪鋪鋪鋪 鋪了地下 他鋪完之後呢 奇陀太子就說 啊 樹頂你鋪不到啊 所以呢 你呢 你自己就只有地 賣給你的地 都沒有所謂 那些樹是我的 所以叫做奇樹吸孤獨圓 吸孤獨呢 就是個圓 奇樹呢 奇陀太子的樹 就是吸孤獨的圓 那我都供養了佛啦 那叫做 我有一半功德 我的樹就是我的 你鋪不到樹嘛 鋪個圓 鋪不到樹 那個圓是當你的 那些樹是當我的 也叫做奇樹吸孤獨圓 那這個奇樹吸孤獨圓 就在這裏 起精舍啦 起到奇弘精舍啦 很大間啦 那這個呢 就說 你現在見到奇弘精舍在哪裏啊 這個從角 這個 這個奇弘精舍呢 這個奇弘精舍呢 都是在我們外面的 現在我見到外面的奇弘員喔 柯難如今同中先何所見 世尊我代同中先見如來 刺功大眾 如是外夢方足南緣 柯難願足南緣 因何有見 世尊此大廣堂 護飛開闊 故我在堂 弘得瞻見 那為什麼這個廣堂呢 為什麼你會見到奇樹林啊 因為呢 那個廣堂呢 四明開闊 這個呢 打開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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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見到 以時世尊重大眾 宗書金色秘 摩柯難鼎 告柯難及諸大眾 有三摩提 三摩提 名大佛鼎 守寧言王 聚足萬行十方如來 一門挑出妙莊言露 願今提庭 這個 柯難鼎禮 復壽辭言 法告柯難 如願所言 生在廣堂 大靈炎王 聚足萬行 十方如來 一門挑出妙莊言露 這樣就說這個 這個因為呢 這個呢 就是佛頂尊的法門 這個就是佛頂 這個靈炎咒呢 就是出自佛頂 佛的頂界 佛的頂上呢 這個叫佛頂 佛的頂 佛的頂呢 因為 因為 柯難聖者呢 柯難聖者呢 有難的時候呢 佛頂就有個化佛出來 有個佛出來 宣誓這個如來神咒 不是佛自己講的 靈炎咒不是佛講的 所以這個佛頂呢 就放光 這個佛頂呢 有八大佛頂 我們現在做完八大佛頂 八大佛頂 八大佛頂 戶摩 八大佛頂有大八三 大八三 就是南字 有種子字的 各個有卡 蘇蘭 這些字種 每個有字種 有專聖佛頂 做完八大佛頂 有專聖佛頂 其中有專聖佛頂 有大佛頂 大佛頂就是金佛頂 大佛頂 有大八三佛頂 即是靈炎咒 大八三佛頂是適災的 柯蘭專頂 當時有災 這個專聖可以增益 也可以超渡 也可以破升壽 這個專聖佛頂 大佛頂出生一切的東西 也是很厲害的 還有徐蓋障佛頂 有這些 八大佛頂 所以這個法門 是佛頂 佛頂講的 為何說佛頂講的呢 為何要說佛頂講的呢 不是佛自己宣誓的嗎 因為佛 是小成法的 就是小成法 這個是小成 小成佛對小成人 用口講的嘛 那如果佛要講大成的 表示這個是超越小成的東西呢 那就用化佛講的 這個化佛是誰來的呢 這個化佛是發生佛 這個是發生的嘛 這個化出來的化生佛 發生佛 這個就是應生佛 這個化生佛 化生佛是魯謝羅佛 魯謝羅佛就是化生 這個佛的化生 佛的善應化生 就是莊嚴的化生 這個是魯謝羅佛來的 就是佛頂裏面走出的佛 這個佛在佛頂裏面走出來的 這個是化佛來的 這個是化佛 發生是無相的啦 因為你大成是發生無相的嘛 所以化佛就差不多是發生佛了 就是發生的 因為法佈兩個生呢 大成是當是一個生的 因為它發生無相的嘛 所以墨宗就說 墨宗就說 墨宗就有毗魯謝羅佛 所以他說這個是發生的嘛 發生有相的 這個鄧系顯教說發生無相嘛 所以除了釋迦牟利法 這個就是化生佛 化生佛呢 又是佛生佛 又是發生佛 又是發生又是佛生 所以呢 這個呢 你當它是佛生啦 佛生 但是也都是發生的表現 因為是法嘛 所以這個是法裏面所演出來的 所以就不同一般的小成法 就是因為小成法 佛教四聖太十二恩元 那這個呢 跟著呢 你又講大成法 那為什麼佛又講四聖太十二恩元 又講大成法 所以佛就 四聖太十二恩元 我說 這個大佛頂手寧嚴 這些報生的東西 或者這個花炎經 這個是盧謝羅佛講的 這個是發生佛講的 或者你叫做化佛 化佛善應化生 這個善應化生佛講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有別之小成 所以大佛頂手寧嚴三會 是大成的三會來的 這個呢 這個大成的三會 所以說 有三摩提 這個定 有三摩提 三摩提 就是三摩勃提 三摩勃提 三摩勃提 就是定 大佛頂手寧嚴 因為佛在定裏面 在佛頂出現的化佛出來講的 所以叫做 因為表示這個呢 是有別於小成法 我現在講的不是小成法 我講的是大成法 所以呢 這個寧嚴經呢 大成法 這個呢 如願所言 生在廣堂 胡非開闊 宏足圓南 亦有眾生 在此堂中 不見如來 見堂外者 這個 柯南尊者 細尊 在堂不見如來 能見臨傳 無有事處 那如果我在這個屋裏面 見不到細尊 見到外面的圓南呢 這個是不行的 這個無有事處 柯南如願所處 願之心靈 一切明了 若願前所明了心 實在生愛 以時先合了之內心 頗有眾生 先見生中 後觀外脈 眾不能見心肝脾胃 走生無掌發掌 根轉墨搖 成合明了 何如何不知 必不內之 雲何之外 故應之 願言 覺了 能知之心 住在心外 無有事處 這個佛 佛就說 現在阿能尊者 你見到 祈堂南 在屋裏面 見到祈堂南 為什麼會見到呢 因為窗門和什麼 開了 開了呢 即是我們人 開了窗 可以見到外面的圓南 現在阿能尊者 你見不見到我啊 阿能尊者說見到 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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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屋裏面的東西 見到屋裏面的東西 才見到外面的東西 所以呢 你應該 見不到屋內的東西 見到外面的東西 這是假的 因為你先見屋內的東西 然後見外面的東西 即是說 如果你的心 這個 這個 你的心 如果你的心 這樣 這個 阿能尊者 阿能尊者 現在他的心 他的心 在他裏面 那他先見到 先見到 他裏面的 心肝脾胃腎 先 這個心肝脾胃腎 這些 這些腸臟的東西 才見到外面的東西 好像 這個 這個 阿能尊者 在祈堂聖社裏面 要見到外面的 圓南景色 圓南景色 你先見到佛 先見到佛 在這裏 你才見到圓南景色 即是佛 好像心肝脾胃腎 你見到心肝脾胃腎 這些是見到外面的東西 所以你現在見不到 心肝脾胃腎 即是你的心 不在你的心裏面 即是不在你的身體裏面 現在第一件事 是執著生在內 生在內 如果好像你現在 這個阿能尊者 你現在在祈堂聖社裏面 你要見外面的東西 那你當然是見到 山河大地 你為什麼會呢 你因為有眼 開了個窗 你會見到外面的山河大地 但是 你是不是應該先見到佛 因為佛都是屋內的 所以阿能尊者 你要見外面的東西 如果你的心在內 你的心裏面 有心肝脾胃腎 你是不是見到心肝脾胃腎 才見到外面的東西呢 跟這個 先見到佛 先見到外面的東西 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 既然你見不到自己的心肝脾胃腎 就是你的心 不在你的心裏面 如果你的心在你的身體裏面 你見到心肝脾胃腎的 這個呢 第二 而執心在外 柯能尊者 跟著轉口 柯能尊者 而百分之 我問如來 如來發音 誤我心實居身外 所以者何 譬如燈光 依室中 依燈必能照見室內 從其室內 後及原制 停在一切眾生 不見生中 獨見生外 亦以燈光 居在室外 不能照室 事而必明 將無所畫 同佛了義 得無妄也 這個呢 這個就是 柯能尊者立即轉口 哎呀 既然呢 我的心呢 不在我裏面 當然是在外面 為什麼呢 好像 點燈那樣 點燈那樣 好像 這個 我的心呢 應該在外面 這個心應該在外面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因為這個 好像點燈那樣 這個點燈那樣 這個點燈那樣 如 吾我生 則居心外 譬如燈光 照耳實縱 是燈必能照見室內 從其室門 後及停滯 一切眾生 不見生中 獨見生外 所以呢 好像點著眼燈那樣 點著眼燈那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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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點著眼燈那樣 這個 這個心呢 應該是 應該是眼燈來的 好像眼燈那樣 點著眼燈 點著眼燈呢 點著眼燈呢 這個呢 照亮 這個室內 然後照室內 所以呢 這個心呢 應該在我的外面 好像是眼燈那樣 在我的外面那裏 這個呢 這個呢 應該是對的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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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及門制 所以呢 到這個照出去 就見到這個 山河大地 又見到呢 又見到魚來 所以呢 那個心呢 應該在我的外面 所以呢 又見到魚來 又見到山河大地 因為那個心在我外面 那 那 這個呢 都沒錯啦 這個呢 佛告阿能 是諸彼憂 識從我室和佛城 秦克屯食 這個 世奇陀林 經歸奇陀林 我以宿齋 彼憂一人食 諸人飽 現在呢 各個出家人都走去托埔了 托埔分這個奇陀林 他彼憂一個人食了 各個人飽不飽啊 阿能專者說 北也世專 何以故 是諸彼憂 須阿羅漢 驅命不同 雲何一人能令眾飽呢 所以呢 雖然阿羅漢 但是各個的身體都不同 所以呢 不可以一人食完 各個都飽 發告阿能 如願各知之心 實在身外 身心上外 自不相干 心所知 心不能覺 各在生際 心不能知 所以你說 心在你身體的外面 外面呢 外面呢 外面不可以知道 入面的東西 入面不可以知道 外面的東西 怎麽會大家會相知呢 如果你的心在外面 那你根本就不知道 在外面的東西 你怎麽知道外面的東西 都不是你 你又怎麽知道呢 那麽所以呢 心不能知 我今事兜羅眉手 如如眼見時 心風別否 這個字是那隻手 柯蘭答若 如是世尊 若相知者 雲何在外 事故應知 愿言各了能知之心 住在生外 實無有事處 所以呢 現在舉起一隻手 柯蘭尊者 我舉起一隻手 你的眼睛看不看到啊 這個心風別否 柯蘭尊者說 如是世尊 若相知者 雲何在外 若你知道的時候呢 為什麽會在外面呢 你自己知道的東西呢 你當然是你的心裏面知道啦 你舉起一隻手 你的心裏面知道啦 知道的時候呢 就不是一個心外啦 若你的心在你外面的時候 佛舉起一隻手 你應該就 應該外面的東西呢 就看不到佛的手 因為大家都在外面的嘛 心又在外面 佛的手又在外面 那你怎麽能夠看到外面的東西呢 怎麽能夠看到外面的東西呢 你現在看到外面的東西呢 即是說 心不在外面咯 是吧 就是因為佛的手 是舉起兜羅明的手呢 它是在外面來的嘛 那外面的東西 怎麽能看到外面的東西呢 心不在外面 心不在外 那心前硬梗 我們呢 講到這裡先 那下次呢 那這個呢 七處精心 那這七個呢 都很容易解釋的 那其實呢 微識科學之前呢 這七個容易解釋 後面八分辨解都可以解釋 到這個25有的時候呢 整天都說清正明體 他舉些例子 要塞一隻耳朵啊 要鼓鼓聲啊 那些聲音從內面來 那這個呢 就能解釋些 不過呢 就是這個呢 就不用一定要 要關掉的 因為這個呢 這個和科學呢 好像還有些 有些問題 可能我們的科學未進步 但是呢 不知道他 不知道他怎麼樣 就是佛當時那個 因為這個 這個形容呢 是很難的 因為佛在二千幾年前嘛 沒有現在的科學 現在的科學已經可以解釋到一部份了 但是呢 不能解釋全部 那麼這個七分辨解呢 更容易明白的 這個心內 應該看到五藏六虎 如果心外面的時候呢 那佛都在外面 佛舉起手 那個心又在外面的 他見不到佛的 你見到佛呢 就是說你見到啦 不是那個外面的心見到啦 所以那個心不在外面 這樣很容易解釋的 那我們下一次呢 繼續再講下去 那大家有沒有問題呢 可以提出來問一下